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早晨 不如大家收看开市感浪 首先跟大家跟进隔晚外围股市的收市情况 美股走势反复 价大市低开之后偏远 之后联储局公布议息结果 维持利率不变 今年加息的次数 由原先预料的两次 转变为不会进一步加息 明年只会加一次 另外联储局由5月起放慢缩表的步伐 9月会结束缩表计划 受联储局确认夹派的立场带动 美股山大指数一度止跌转升 最终收市时有个别发展 对息口敏感的金融股要向下 道瓶斯指数一度曾跌超过200点 全日高低点数波幅大约259点 收市报25745点 下跌141点 而标准普2500指数 收市报2824点 下跌8点 纳斯特区总合指数 收市报7728点 上升5点 至于美国上市的港股与托证券就个别发展 匯控制合港元报64.69 中移动报87.44 中联通报10.66 中人寿报21.4 三朋友都可以向上格中开邮报14.02 中石化报6.68 中石邮报5.3.8 欧洲主要股市就要向下格 伦敦富士100指数 收市报7291点 下跌32点 法兰克福desk指数 收市报11603点 下跌184点 巴黎Cat指数报5382点 下跌43点 至于商品期货方面 油价就上升 美国能源资料处的数据显示 上星期美国原油库存 出乎意料减少960万桶 是上年7月以来最大的减幅 令到库存跌至今年1月以来的最低 另外 汽油和蒸馏油库存 分别减少460万桶 和410万桶 减幅都超出市场的预期 数据对油价带来支持 不过中美贸易谈判 和全球经济前景的疑虑 就限制了油价的升幅 纽日其油收市报每桶 59.83美元 上升了0.8美元 倫敦布兰特旗油收市报每桶 68.5美元 上升了0.89美元 金价方面 美元下跌 大动金价向上 紐日期今收市报每安市 1301.7美元 下跌4.8美元 美元回价方面 美元对港元报7.849 1元110.67 欧元1.1431 英镑1.3214 瑞士法郎0.9905 加元1.3278 欧元0.7163 欧元0.693 美国国库债券方面 十年期债券息率是2.520 三十年期债券息率是2.97 再来 接着跟大家跟进一下港股的开市情况 今早恒指高开66点 现在维持大约六十几点的升幅 布在29389点 涨63点 而国际指数涨32点 布在11658点 至于A股方面 主要指数暂时可以向上 上证上升8点 布在3098点 深证上升16点 布在9819点 而创业板指数暂时未升不足1点 布在1688点 好了 这一节就跟大家跟进到这里 我们现在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 还有其他直播环节 我们稍后再见 要财MoneyHunter提提你 现货黄金买入价1317.25美元 卖出价1317.74美元 现货白银买入价15.5319美元 卖出价15.559美元 以上资讯由要财MoneyHunter提供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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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